美中軍事對峙之際 美軍MQ-9死神無人偵察機 近日成功搭載百枚地獄火飛彈 斬首能力更強 早前有消息指 美國將出售至少4架MQ-9B無人機 以提升台灣軍方的戰鬥力 有評論說 斬首行動已迫近中南海 令中共頗為忌憚 據Defense World 報導 9月上旬 美國空軍對MQ-9無人機 進行最新武器搭載測試 成功搭載8枚AGM-114地獄火飛彈升空試飛 美國空軍9月29日發布聲明 指美國空軍第556測試 同評估中隊於9月10日 進行了MQ-9無人機試飛 成功搭載8枚地獄火飛彈 進一步提升MQ-9持續性打擊能力 在此之前 MQ-9無人機能搭載4枚地獄火飛彈 報道稱MQ-9無人機的新能力 是升級計劃的一部分 預計將在2020年底前 全面進行軟件更新 未來MQ-9無人機 就能掛載 百枚地獄火飛彈 執行打擊任務 而且這項新的能力 無需改變無人機本體結構 MQ-9無人機 能依照任務靈活調整武力 MQ-9被稱為死神 具有超強的斬首能力 今年1月3日 美軍曾出動MQ-9斬首中共盟友 伊朗2號人物蘇萊曼尼 據稱美國公布消息後 包括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等獨裁政權領導人 都為之一振 有消息說 中共當局最害怕的就是美軍的無人機 消息斬首行動 海外中文媒體引述 中南海知情人士的消息說 蘇萊曼尼被斬首事件引發中共高層緊張 習近平第一時間聽取了核心戰狼 和御用團隊的緊急簡報 中共七常委 加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先期開了個市會和密會 消息人士稱為防止美國的斬首行動 中共領導人的安保級別提升至史上最高 消息還說 提升安保級別 不僅是針對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個人 包括所有正國級和副國級的中共最高層 也不是僅僅是重大活動 而是覆蓋國內外所有公開場合 和日常全天候活動 報導稱 蘇萊曼尼、蔡英文和特朗普 伊朗、台灣和美國 是中共最高領導人 在2020年的首次密會中 提及最多的關鍵詞 顯然 特朗普親自下令對蘇萊曼尼進行定點清除 被中共領導人敲響了警號 目前 台海局勢緊張 美國近日大舉出售台灣軍事裝備 包括戰鬥機、新型坦克等 早前有消息稱 美國已出售MQ-9無人機給台灣 有評論說 美軍的斬首行動貌似征壁近中南海 中共對此十分忌憚 路透社8月初 引述6名美國消息人士稱 美國已出售至少4架MQ-9B 海上衛視無人偵察機給台灣 這種大型先進無人偵察機的航程可達6,000海里 若加掛武器與MQ-9的攻擊能力相差無幾 美國對台灣出售MQ-9系列無人機還是首次 目前只有英國、意大利、澳洲、日本和南韓等 少數美國的親密民邦才獲准購買MQ-9無人機 這個軍售行動顯示美台關係精密切升溫 自由時報報道9月11日 MQ-9B在美國南加州沿海進行一系列試飛 鄉外街展示其水面搜索、水下搜索、沿海監視、反海道及搜救行動等能力 最終美國無人機的售台版本也有待官方進一步證實 君臨未記憶! 黛鍵、設計電源の出售 歐洲是美國輸入的劫海監視 政局連線確診 作用美國輸入的劫力 又是無人機的程度 開源